你的皮是不是又痒了? 可能不光痒,还脱皮,起水泡,长秋枕,甚至散发出浓郁醇厚的酸腐味 不敢在他家里脱鞋,也不能和他一起去泡温泉 都怪皮肤选坏了你的好事 为什么你会得皮肤选?如何拯救你发痒的皮肤? 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皮肤选又叫浅步真菌病 它的罪魁祸首是这些真菌 其中最主要的一类致病真菌是皮肤选均 它有三个鼠,大约40个菌种 皮肤选均无法感染活细胞,所以一般寄生在皮肤表面 它们会分泌脚蛋白霉,将你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 降解成营养丰富的短钛和氨基酸 然后以此为食,持续不断地生长繁殖,扩张领地 在初期,你的感染部位会出现轻度骚痒 边缘处会脱线,并稍稍隆起 随后感染区域会不断出现斑片,产生更明显的骚痒感 再往后,还可能出现含有浓液的水泡或肿胀斑片 产生痛感和强烈的骚痒感,让你想挠又不敢挠 皮肤选可能出现在你皮肤的任何部位 有头选,手选,足选,体选,无选和夹选等多种类型 其中足选是发病率最高的病种 严重的足选除了脱卸气泡外 脚趾间的皮肤还可能开裂,米烂,并渗出液体 此时由于失去了脚质层和皮脂膜的保护 皮肤表面的细菌得以入侵更深层的细胞组织,并不断繁殖 细菌分泌的酶能够分解蛋白质和氨基酸 生成益物酸等短链脂肪酸 散发出类似于干奶酪的臭味 让你喜提传说中的香港脚 如果感染了头选,且出现脓包 形成了脓选或者黄选 那么即便接受了治疗,也会留下预斑,结痂,形成斑突 选菌尤其喜欢温暖潮湿的生长环境 所以男性的腹骨高处,女性的胸部,肥胖者的皮肤褶皱处 都容易成为选菌的温柔香 更麻烦的是,皮肤犬有时还会从一个部位扩散到其他部位 造成真菌感染 比如骨犬中的念珠菌如果进入女性阴道 就可能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 首选或组选中的真菌如果扩散感染,会形成假选 就是所谓的灰指甲 更严重时,皮肤表面的真菌还可能入侵至身体内部 引发深部真菌病 另外,选菌可以通过皮肤接触 或潮湿的地板、毛巾、床单、衣物等途径传播 由一个人感染一家人 各别种类的选菌甚至能寄生动物和土壤 通过宠物感染主人 世界范围内,浅部真菌感染发病率高达20%到25% 如果你生活在温暖潮湿的地区,那发病率还会更高 不过既然知道了皮肤犬的成因,那我们就能找到办法对付它 生鸡蛋、醋、花椒、白酒 通通没用 正规的诊疗指南会告诉你 不论是头选、手足选、还是骨选 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用抗真菌药物 直接清除致病真菌 目前投入使用的抗真菌药物主要有这六类 它们能影响真菌细胞膜、细胞壁的功能 或者抑制核酸、蛋白质的合成过程 然后消灭真菌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广普抗真菌药 是铜康座 真菌细胞膜的组成物质之一是脉脚栽醇 而铜康座能抑制脉脚栽醇的合成 影响真菌细胞膜的通透性 进而抑制和杀灭致病真菌 如果症状轻微 你可以直接用铜康座软膏 涂抹在感染区域 坚持用药就能见效 不过症状严重的皮肤犬患者 还需要缓解炎症反应 炎症是免疫系统在应对入侵时 所产生的防御反应 炎症反应能修复并保护感染区域 但也会伤及自身组织和细胞 产生难以忍受的搔痒感 皮肤犬中的红肿 起泡等症状 本质上都是炎症反应的结果 当你身体表面的某个部位感染了皮肤犬 免疫系统可能在其他未感染的区域 引发过敏反应 形成皮炎或湿疹 这时就需要搭配使用 饼酸 滤背 塌索等皮质类固醇药物 它们能抑制炎症和过敏反应 消除红肿 骚痒等症状 所以如果症状严重 就需要将铜康座和饼酸滤背它所复合使用 这样才能同时对付选菌和炎症 当然使用皮质类固醇药物需要紧遵医嘱 避免不良反应 最后 真菌感染很容易复发 如果没能充分消灭致病真菌 那选病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所以一定要坚持用药 日常也要保持感染部位的干燥 勤换洗衣物 别再给选菌滋生的机会 只有这样 你才能放心大胆地拖鞋走进他的家里 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温泉里狗跑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